活地化開 中共倒台 釋放劉曉波 釋放魏玉蘭 釋放陳世 釋放陳偉 釋放高智誠 釋放所有政治犯 停止迫害張淑健 停止迫害張淑健 停止迫近路下 一黨朝政 暗暮天日 以言入罪 中共開始 釋放劉曉波 釋放魏玉蘭 釋放美町 釋放高智誠 釋放高智誠 停止迫害張淑健 停止迫近路下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釋放逐天立施犯 釋放逐天立施犯 釋放劉曉到 biography 釋放劉曉波 釋放muş normal 釋放民僕人 釋放lene路肯則 釋放做政制犯 釋放所有政治犯 停止迫害張淑健 停止迫害張淑健 停止迫近路下 停止怨恿陈光誓 停止怨恿陈光誓 一党宣誓 一党宣誓 暗暴天罪 暗暴天罪 以言入罪 以言入罪 方向可政 釋放劉曉光 釋放劉曉光 釋放黎玉蘭 釋放秉賓 釋放秉賓 釋放高知誓 釋放高知誓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釋放所有政治犯 停止迫害張宋傑 停止迫害張宋傑 停止怨恿陈光誓 停止怨恿陈光誓 言論無罪 言論無罪 結社無罪 結社無罪 威權無罪 謙權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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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陳世 釋放陳衛 釋放彼天 釋放所有政治犯 停止迫害張淑健 停止遠近落下 停止遠近陳光誓 一黨專政 一黨專政 暗暴天壤 與而入罪 與而入罪 中毒可斜 釋放黎玉蘭 釋放劉曉波 釋放劉曉波 釋放彼天 釋放彼天 釋放高志誠 釋放陳世 釋放陳衛 釋放彼天 釋放所有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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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迫害張淑健 停止迫害張淑健 停止遠近陳光誓 停止遠近落下 停止遠近落下 言論無罪 言論無罪 結社無罪 結社無罪 畏權無罪 畏權無罪 好,今天是第五十一波 聲援國內的無罪運動 最後一個星期已經一年了 這一年來 其實中國的無罪運動 很急速地丟致 因為是受到大陸的強烈的鎮壓 但是我們每一個星期都來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同胞 因為維護人權 按為自己的尊嚴 是受到中共的迫害 我們在這裏讀了今天聲明 先 第五十一波 聲蘭莫里花革命 為千賊維權而被公安扭打 致殘的遠北京律師魏玉蘭 如今正與丈夫被中共以 所謂尋人之事罪扣壓 日前 荷蘭人權可謂者也將骨金香掌 翻售魏玉蘭 本來其女兒董船 以往荷蘭途中 於北京基層遭公安逮捕並軟禁 最終頒獎場面重演 兩年前 劉曉波榮國 諾貝和平獎音樂 留下空凳 另一位權作家李鐵 因發表仁以尊嚴為天一文 被中共以所謂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判十年文治獄 亦是一個月內 繼陳西陳惠後 第三位被判重刑的異見人士 中共十八大權力更替在職 對維權運動的鎮壓更趨強烈 以為穩壓到一切 務求順利過渡 一眾維權合適活在霸式恐怖之中 中共仍然剛毅不屈 敢為尊嚴與自由 又何罪之有 言論無罪 維權無罪 中共立即停止迫害異見人士 四五行動 社會民主連線 2012年2月5日於香港 維權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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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有罪 中共有罪 鎮壓有罪 鎮壓有罪 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 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 审判江澤民 鄧小平死有如故 鄧小平死有如故 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 支持中國茉莉花革命 言論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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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社無罪 結社無罪 是否要說 在去年2011年 我們見證過很多內地維權人士 以及工人運動被鎮壓 但是這個群眾的運動 是一直隨著中共管治的腐敗 越來越強烈的 內地上年的工人罷工的行動 是有十萬件 在今年2012年 一月份剛剛才開始一個月 深圳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有九千個工人 是組織不同的罷工行動 每一次都是向這個 中共的專制政權去迎頭痛擊的 所以我們見到一黨專政的底下 這個警察的暴力 公安的暴力 它是越加大的時候 人民的反抗也會越來越強烈 但是工人和內地的維權人士 他們的抗爭是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的 今天我們見到這裡很多的維權人士 以及工運的分子 是被中共用暴力去鎮壓 張淑傑 我們中國勞工論壇的張淑傑 只是其中一人 他在內地的…因為支持內地工人的運動 以及散布這些工人罷工的訊息 這些被指責為一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 是非常荒謬 但是這些抗爭的行動 中共一定要將他們全面拘禁、追捕 現在張淑傑已經是逃離 經過香港終於有好好的… 幸好逃離去歐洲 而我們也得到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的幫助 在瑞典舉人一個聽證會 揭露中共的暴行 梁國雄是在這個建制… 在立法會議會的建制裏面 是唯一一個可以夠膽用建制去反對這個建制的暴力的一人 所以我們是非常之… 要繼續延續這個街頭的抗爭行動 所有的…我們的街頭的抗爭行動 和議會的抗爭是需要連結起來 我們繼續…是要向這個一黨專政的政權去繼續去抗擊 而內地的工人的運動 這個是中國的革命裏面是非常之重要的力量 我們是必須要關注和支持 今天在內地的維權人士被打壓的 我們也要繼續去捍衛他們的民主的權利 和要求他們結束一黨專政